现在这个影院逐步恢复营业了 大家也可以逐步的恢复到以前的日子去看电影了 好多朋友呢也互相讨论 说这个怎么去看电影更安全 能够有效的避免新冠病毒的相互这种感染传染 实际上来说呢 的确我们取得了对新冠病毒的阶段性胜利 但是也不是说完全胜利 仍旧有小范围的个案发生 所以说大家平时去看电影 注意一下防护没错 提几条建议吧 第一个呢注意戴口罩 这个倒是大家也问题不大 现在好多朋友也都想成戴口罩的习惯了 戴着口罩看电影呢我们以前没有过 但是呢在这个特殊时期大家可以考虑 再一个呢就是第二点 保持一定的距离 就跟我们现在唱班啊 大家吃饭一样都是保持一定的距离 千万呢大家别扎堆 我相信影院也会做出相应的策略 让大家呢保持一定距离 第三个呢就是大家亲洗手 因为在影院里呢大家一个是少接触外界环境 再一个呢就是注意亲洗手 不论是回家还是在影院去洗手间 亲洗手 第四个呢就是说去一些正规的影院 尤其是有关部门已经进行相关的防疫要求 完成的一些正规的国家许可的一些影院 这样相对更安全 最后一点呢我建议大家在网上买票 减少到这个影院里排队买票 这种聚集的风险 总而言之啊 这个影院逐渐的放开是好事 大家可以精神生活去看电影 大片也挺多 但是呢大家还是注意好这个个人防护 感谢观看